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至今交往不到一年 我们各自都有关系 比较要好的一性朋友 但他们现在却成了我们爱情路上的绊脚石 我们经常是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 每天都被搞得精疲力尽 他毕业之后一直也不找工作 我看不到他的未来 跟他在一起 我毫无安全感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提23岁来自天津无业 女嘉宾小雅22岁来自天津公司职员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谁能用一句话告诉我们 今天为什么来 就是因为我俩在 我俩在一起 说了我会有我自己新的脸 也要顾我自己新的生活 我也希望他往前走 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呢 可是你的方式 没有解决到根本的问题 除了前男友之外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他就是 我就感觉 他对他的这种异性朋友的 交界线不清楚 什么意思 他有一个很好的发小 他跟他的发小一块同吃同住 出去玩 他们会吃一个冰淇淋 然后吃一个鸡翅 吃一份关冬煮 因为我们两个人是从小学就认识 我跟你在一起之前 我就跟你说过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发小 我问你能不能接受 你也说可以 但是也达不到同吃同住的地步 不不 同吃我们懂了 什么叫同住啊 他有一次他的闺蜜 和他那个发小男女朋友 然后他们三个人去旅游 然后就是他们三个人 住在一间房子 我是那次出去旅游 但是我妈妈不同意 我就说那我就提前一天 去我闺蜜的酒店 我们俩都不知道 就是他男朋友直接过来了 就是我发小 然后我们就说 大家都那么熟 然后经费又有限 实在是 就是没法开另一间房间了 我们就说 那就一起住 然后或者是打游戏 熬夜 就这么过一天晚上 不是 你发小跟你的闺蜜 是男女朋友 对 我发小跟我闺蜜 哦 然后你跟你的发小 还同吃一样东西 你闺蜜不吃醋吗 嗯 反正他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 也没跟他男朋友说过 对 就是别人不说 你就感觉不出来 别人的感觉 那他没说我怎么知道呀 不是 所以你这个事一说 我是觉得你们俩 会天天吵吧 基本上 基本上天天都吵架 在一起多久了 不到一年 不到一年 是不是会经常提分手 我还好 我不是一个喜欢说分手的人 但是他会说 他就是吵烦了 他就说那分手吧 那你算过你们 大概分手过多少回吗 基本上是三天一小分 五天一大分 他也有异性朋友 他对我就很双标 就是可以他有异性朋友 他的异性朋友也认识七八年了 然后天天没事就聊天 艾艾妹妹的 谈不到天天没事就聊天 我们聊天次数很有限 而且我们仅限于是聊聊天 有时候吃顿饭什么的 从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有一个异性朋友 然后我不是属于 特别爱翻别人手机的人 然后结果有一次 我们就在一次聚餐上面 然后谈到异性朋友这话题 他也是面子架在那儿了 他就把手机拿给我看 然后我就发现 那个女孩子说话很奇怪 就是老跟他说那种 你现在都有女朋友了 你身边只能有男生朋友 以后再也不能出现女生了 我们的规划梦想 露营旅游都不能实现了 烦死了 然后他哄那个女的 我感觉他就有点曲解 我们俩聊天的意思 平时就是当哥们儿 不不不 这个聊天可没有曲解 就是字面意思 就是你们 你曾经跟那位女性 规划过要去露营 对吧 是我们好多朋友一块去 那那个女孩子有男朋友吗 现在没有 提到男朋友更过分 就是那个女生有男朋友 但是所有别的朋友都知道 只有他和他弟弟不知道 那个女生只在他面前 营造出一种单身的现象 也不是只有我跟我弟 不是就是身边 他感觉关系很好的人 他都没说 那这女孩子喜欢你吗 我感觉没有 就是如果 那你喜欢那女孩吧 没有 一开始就是他跟那个女孩说 觉得我们两个人 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然后那个女生说 我周围的朋友 都得一米六二起 他还说我矮 我矮吃他们家饭了 他嫌尼爱 我又没嫌尼爱 那不是他 那你哄他干嘛 不就是维护一下双方的关系 别闹得那么僵吗 我是你女朋友 你维护别的女孩子 那个不也是朋友 你牙口无言了 你每次都是这样 就是你还是对我不相信 你做的这些事 我看到这些聊天记录 我怎么相信你 你还说我的异性朋友 各自有蓝烟之己和红粉之己 这是他们一个现状 你们俩爱情之间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还有就是 他陪我的时间太少了 就是我过生日那一个月 我们俩一个月都没见面 就是我约了他得有十多次 他都跟我说 他说现在没钱 需要考工 然后他要学习 然后现在没时间跟我出来 哪怕出来一次吧 从见我面就跟我说 咱们俩今天得早点回家 我得四五点钟就得到家 刚毕业吧 手里也没有太多钱 然后他过生日 我不得给他买生日礼物 然后我就去兼职 然后他就约着我的朋友 一块出去玩 约着谁 我的朋友 我没约你朋友 那个是我们两个人 都认识的一个好朋友 然后那个男生 就是约我出去玩剧本沙 然后说两把生日礼物给 他的好朋友 约你出去玩剧本沙 这这这这 我们听完往下听 然后呢 是两个人玩剧本沙 吃饭 然后还溜冰箱道 玩一天 那你不跟我出来 别人跟我出来 你还有意见 是受你委托吗 我 我是后面 他们俩吃完饭溜完 还喝酒去 酒量也不好 喝完酒以后 把别人车标拔了 打电话给我 我过去 我才知道这事 那我还叫了别的朋友 又不是只有他在现场 我叫你 你不过去 那真正你出事了 不还是得有我 我在 我过去 那你说我男朋友 你替我解决点问题怎么了 你天天给这家解决问题 给你那朋友解决问题 你都有时间 你就是没时间 跟我在一块 你一周七天 我说你会有什么事 我看你会有什么事 我看你会有什么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干那个活 你在人学校里当保安 一干干24个小时 你不用睡觉吗 我也是备考 在那也有休息的时间 白天也没有什么事 我可以备考学习 然后晚上我在那没事了 我就眯一会儿 你躺椅子上睡觉 然后到转天 你告诉我你困了 一睡睡一天 一共歇两天 第二天又给朋友帮忙去了 你怎么那么闲呢 你做什么兼职啊 给别人送饮料 就是赠饮 他嫌我穿的那个 就是赠饮的衣服太短了 然后裙子太短了 我就是不喜欢他做这种 抛头露面的工作 我不抛头露面 你又搞我没钱出去玩 我兼职 你不也不让我干吗 你是哪年毕业的 我是去哪年毕业的 没去找工作吗 就是我想考工嘛 然后备考呢 然后平时做一些兼职 你喜欢他吗 姑娘 我喜欢他 所以我想天天跟他待在一起 你喜欢他什么 我喜欢他高 然后性格好 脾气比较好 就是我脾气大 他比较包容 你为什么喜欢他 就是他有什么说什么 就有些事不需要我去猜 他就直接就说 跟他谈恋爱很省心 是吧 对对对 你看 两个人都是属于那种 愿意省心的人 那我就想问嘛 他跟那个女生 如果同吃一个冰激凌 你同意吗 同吃一份关东煮 你同意吗 不同意 为啥 人家也七八年了 对吧 但是 但是 那是别的女生 那你跟别的男生 吃一样的东西啊 吃一份啊 所以今天来到底干嘛呀 我还是想跟他继续在一起 但是就是这些 受不了了吧 还是要解决 受不了了吧 你 你来干嘛 我觉得 他那个好朋友 还有他现在不挣钱的 这个状态 然后感觉我们俩没有未来 那不就是分手吗 你现在可以口无遮掩地说 没关系 就是我不确定 还要不要在一起了 对 那就简单说嘛 谈了一年的恋爱嘛 对彼此都了解了嘛 彼此身边都有一个 放不下的人嘛 是放不下吧 你那小闺蜜 你放得下吗 就是如果让我们彻底不联系的话 不太行 你放得下你那个 女性小朋友吗 就是 说断就断 有点尴尬 也要有一个慢慢地缓通 对呀 那你们为什么不跟他们谈恋爱呢 这多好啊 我就没把它当男生看 哎呀 这是一种什么复杂的感情啊 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四位老师 交给你们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伯红兄来 男生现在很苦恼 在女生的生命当中 美女 女生以后 三位老师 是一位老师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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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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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 VR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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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她非常的反感讨厌 你能读懂她的心 但是你同样说 何必搞得这么僵 所以这个女生在你心中的爱的地位 同样是不高的 你们两个人真的把对方当恋人了吗 你们两个人真的内心爱对方吗 你们两个人把这个问豪拉直了 今天也就一拍两扇 各自走人吧 谢谢 谢谢包红雄 曲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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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对于这位男生来讲也是一样的 你谈什么恋爱 谈恋爱不就是应该专心对一个人吗 既然你跟他说 我还有其他异性 那就说明你根本没有 真正做好谈恋爱的准备 你心里没有爱他 你只是用他来打发你现在时间而已 你们谈什么恋爱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不要走出房间门 重视你自己 给你自己留一点面子 好 谢谢周老师 挺有意思的 就现在的小朋友把人当成工具人 是吧 其实你也分得很清楚嘛 谁是你们的工具嘛 需要使用的我们就使用一下 还有一些年轻人现在把爱情当成一个工具了 特别可能 我是谈恋爱的哦 我不单身哦 证明我是有魅力的 你们彼此就是为了证明我们是有魅力的 潜意识里面爱情哪里还是爱情 就变成了你们可以使用的一重工具了 没有听到爱 今天真的没有听到任何的爱 在你们俩的一个关系上 其实爱情这个话题 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谈 它最核心的属性从来没有变过 专一性 纯洁性 把这两点加在一起 导出另外一个人类的一个复兴的 所谓的复兴情绪 但是在爱情里面是最可贵的 这就是吃醋 嫉妒和战友 当你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没有吃醋 没有嫉妒 没有战友 那就说明 不专一嘛 不纯粹嘛 琢磨琢磨 剩下的交给你们自己的 我相信二十多岁了 受过高等教育 一定是能够有选择 或者叫分辨是非的能力 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就是我感觉在一起一年了 也是有感情 然后四位老师刚才说这些话 我也听在心里面了 就是有些时候 做一些事 确实是咱俩都有各自的问题 我也希望咱俩能把这些问题 能够真正地解决掉 就是刚才老师们说的 就是像我跟异性的边界问题 就即使我跟你在不在一起 我都要考虑这个 都要改 但是咱们两人之间 还有很多 就是除了这些情感以外的 现实问题 比如说钱 比如说陪伴 比如说时间 还有我们的考虑问题的观点 就是 我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就是我不知道 应不应该再跟你在一起 谢谢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 236 06 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 报名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 薄红兄 预测一下结局 不出来是对自己的尊重 也是对彼此的尊重 双不出 许总 我觉得男生会出来 女生不出来 刚才女生其实就说过 她说这一年了 我看不到希望 你也没有工作 又说没有钱 满脸的嫌弃 既然不喜欢了 就别出来了 男生也别出来了 人家女孩话都说成这个份了 你就回去好好努力吧 双不出 双不出再加一 我希望他们双不出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四位 拆弹专家给你们 一点都不为过吧 我们宝贝的是爱情 没有爱情 可不就应该分开去寻找爱情 再一次感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